那我们手上已经拿到了火炬 拿到了火炬就很无敌了 首先啊 香热葵是必须要的 辅助一定要用 然后是寒冰射手 寒冰射手是我们的AD 然后火炬 双发射手 这些选选一些过度的 是吧 选一些过度的就完事了 好的 那么一开始 先中香热葵 开始理财 理财就很重要了 是吧 你有这个东西 就是手有多快 就放多快 像我们这种 打WPS游戏的类型的人 是不是 你看就放得非常快 小时候玩的时候 总觉得这个游戏特别难 还是因为 因为我鼠标点不上去 就是手对鼠标的掌控力太差了 这个导致 我没选土豆蕊 我没选土豆蕊 这不难受了吗 兄弟们 这个不就难受了吗 好的 寒冰射手往上一放 开始 开始出出 不着急啊 咱们把这个东西给种满 先把这个理财向日葵给种满 不理财怎么能行呢 小孩子每天花那么多钱 有什么用 好好 我们又发现了这个这个僵尸 还是把我们的AD 把我们的狗子哥 放到 狗子哥的这个寒冰射手 放到前面 好的 不错啊 我们这个寒冰射手果然是射手啊 射手就是射手 跟其他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 为什么把向日葵放到前面了 知道吧 我相信大家有听说过英雄联盟吧 或者说王者荣耀 辅助都是用来保射手的 所以说辅助理应就放在前面 对吧 我说的 没错吧 是不是 你作为一个游戏玩家 你的这个思路一定要活跃 你要联想到其他游戏 联想到在其他游戏里面的经验 才能对你玩其他游戏 起到帮助 不是说你玩一个游戏 你就会玩这个游戏 是吧 那很菜 那不能证明你很钱 知道吧 好的 我们开始运营 目前没有看到什么很强的植物 没什么事 咱们这个啊 它这个吐出来的是冰 就是很冰啊 所以说咱们再用火给它加热 变成这个熟的豌豆 熟的豌豆喂给僵尸 更好吃啊 我把这个阵容 称呼为脱裤子放屁 嘿嘿 嘿嘿 小辅助一放 什么都好说 对吧 很棒的 你看我这个阵容 非常科学 不科学吗 有就放 你这个 冰桃炸弹 不炸不爽的 一排射手肯定是不够啊 我们肯定要两排 辅助发挥完他们的价值之后 就会被炸干 炸干变成 射手的位置 这种水草银放 防止他们 直接爬上来 对吧 飞演 脱裤子放屁的真正精髓也来了 这样 你看 他冻了 冷的不行了 他都起不动海藤了 海藤 都冷的不行 没办法 就是这个 这个阵容吧 就很强 你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冷冻豌豆 还是得解冻 才能继续食用 僵尸 他就会 不吃植物了 他们就吃你这个豌豆 就觉得 哇 这个豌豆嘴好吃 是不是 还被加热过了 就有一种加的温暖 他们就会觉得很棒 好 然后大家直接给炸了 反正钱多的干嘛呢 钱多的不就是为了花吗 对吧 你发现他这个 为什么经过了 经过了火鸡树 还有冷冻效果 我没仔细看 最后一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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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直接放上去 就完事了 好了 我们脱裤子放屁的最终精髓 就是通过两次加热 一开始这个僵尸想不到 一开始这个僵尸还想不到 他认为就是普通的这个熟豌豆呗 后来想不到 我用两次加热 把这个豌豆加热了5米的炙热 让这个僵尸吃的时候就敢 哇 我被骗了 老子被骗了 原来这个僵尸 原来这个豌豆才是致命的武器啊 没想到啊 大夫听了想打人啊 好了 那我们已经有了高坚果啊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投币啊 这也是 这也是